每年8-9月众所期待的万里双星高山地瓜热销开跑 万里区公所也开始搭理行销行程 由区长带路邀请大家来到万里新秘境餐厅慈慕妖 进行窑烤地瓜及披萨的开窑新体验 更邀请到料理女王菜季芳老师 来示范多道独特充满创意惊奇的地瓜料理新菜色 破坏了冰心地瓜起司月饼 让民众体验营养清凉少负担的地瓜料理 共同为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 开发制作新菜色 我切菜的时候你听到那个声音 我还有一个声音 你都听到那个 那个声音 今天大家记得了 这样子的地瓜 原始我们都以为 那个红心地瓜会比较暖 会比较嫩 可是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可以种出这么好的一个品质 所以在它煮好之后 它没暖暖 它稍微是很松 所以这跟万里的地形 气候 排水性 都会有关系 那我们高山地瓜跟平地的地瓜 不一样是我们的生产期 多出20天 所以它的口感跟品质更佳 这是区长最推荐的 那我们今年的小龙 推出了57号的Q3黄金地瓜 跟66号香甜的红心地瓜 的地瓜礼盒 欢迎大家来采购 万里高山地瓜创意变化多岛料理 还有秘境餐厅的烘焙师傅 为大家示范出多种香气扑鼻的 窑烤地瓜披萨 透过活动让地瓜融入各式各样的料理 让大家在家里 也可以轻松地变化出地瓜佳肴 而为了迎接万里双新高山地瓜的产季 让更多美食爱好者感受 在万里地理环境优势下 所孕育出的饱满地瓜好滋味 去工作与双新里长就特别整合了在地小农 推出优质精选地瓜礼盒 配合推出线上订购宅配到家的服务相当的便利 今年我们特别不一样就是 我们高家绣球花跟山井农场 也特别合作一个地瓜生态的体验营 那在这个可以到高家绣球花来做赏花 然后我们细水以及那个地瓜的食用DIY 另外还可以采收地瓜 另外我们去年那个我们造成轰动的一个那个满汉全息的三姐妹农家乐 今年也配合我们的地瓜 特别推出了单宁的限量的地瓜餐 那很欢迎全国的一些好朋友 到我们万里高山地瓜来吃喝玩乐属不尽 此外局长也提及万里高山的地瓜好吃 观光产业更是好玩 今年在地又开了一间别具特色的秘境餐厅慈木窑 适合休闲与野餐 以及高家绣球花田也集合三根体验农场 在9月1日到10月8日推出了地瓜生态体验教学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安排一趟充满养生与健康活力的万里青春山海线之旅 继续平寒万里采访报道